中国哈工大研发出能治疗癌症的纳米机器人 它可以携带药物进入人体内 通过外部磁场控制 以每秒十微米的速度在血液内游动 钻进视网膜等肌脚干娜 发现并精准杀死变异细胞细菌或病毒 随后它还未在体内巡逻一段时间 当彻底完成轻道部工作后 再自动降解无需排除体外 目前该技术已在动物身上试验成功 相信离投入使用不远了 梦想还是要有的 万一实现了呢 英国一位13岁的小男孩 就发明出一款爬墙背包 实现了像支撑甲一样飞檐走壁的梦想 这个爬墙背包有两部分组成 一个真空背包和两个有橡胶吸盘的木板 使用者只要轮流开启和关闭两个吸板 就能在垂直的墙面上爬行 意外的是这项发明 居然引起了美国空军的注意 他们投资了10万美元 改进这一设备 希望研发出军用的爬墙器 改良后的它 不管是玻璃 水泥 还是砖块 都能轻松攀爬 而且最多能够支撑起635斤重物 看到这里 阿拉忍不住想问 有个真乱爬墙生气 还怎么防倒防老王啊 中国学霸陈一飞 用眼泪做子弹 发明了一把专打负心汉的枪 Tier Gun 枪上有一个漏斗装置 可以挂在眼睛下方收集眼泪 苦气时 眼泪通过软管 流入铜管中储存起来 打开液弹装置 眼泪就会瞬间冷冻 变成一颗坚硬无色的子弹 这种雷弹虽不足以伤人 但在扣动半径的那一刻 所有负面情绪都随着雷弹喷射而出 整个世界都清净了 未来飞机长什么样 斯洛伐克推出Aeromobile 既是汽车 又是飞机 它身形小巧 轻盈无比 上天下地 无缝衔接 Aeromobile已成功首飞 并且开放预售了 英国推出的Ether Cruise 则是一艘豪华飞船 它配色明亮 活泼清新 大堂餐厅 酒吧厨房 以硬俱全 更有豪华卧室 坐地大窗 说是空中供电也不为过吧 Northrop Grumman公司 研发的Veam 将进入充满硫酸的精心大气层 靠太阳能飞行数年 以探测精心环境 据了解 Veam加入了NASA的新边界计划 有望赢取高达10亿美元的奖金 按赞 G3 8 G3 G3